所以放牠可能隨時會 對 隨時隨時 因為牠現在只是用一種 把呼吸器在支撐牠的生命 我就趁那個可以嘆息的時間 就跟牠講說 我這兩天有Anthor在外面 你若有的你會來 你等我 你等我把Anthor演出 整個結束 你在做你要的決定 父親腦死比植物人更嚴重 徐富凱哭到爆瘦4公斤 你們記得爸爸過年的時候 跟你說過些什麼 電影的話 因為演唱會 我知道你壓力很大 那爸爸 之後打電話給我說 第五個要勞給我 金曲歌王徐富凱 2月4號5號 在外舞銀閣劇院舉辦音樂會 台上演唱時一度哽咽 雖然爸爸仍在加護病房 還是特別留了一個位置給他 過年初八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在我間紀元家 就練那個 這一次的音樂會要唱的歌 然後爸爸的朋友就傳照片來 我會看到他就是在地上 在加野地上 然後就是急救這樣子 所以他可能隨時會 對 隨時隨時 因為他現在只是用一種 呼吸器在支撐他的生命 我醫學上來講 可能是植物人的狀態吧 可是 可能比植物人更嚴重 他現在耳邊放的都是 我那時候在比賽的歌 因為他們說其實 人呈現腦死的狀態 那個 你耳朵還是會有聽覺 我就趁那個可以嘆息的時間 就跟他講說 啊我這兩天 有安徹在鼓鼓鼓 你如果有鼓鼓鼓的 有鼓鼓的就來 你等我 你等我把安徹演出整個結束 你在做你要的決定 那因為我爸爸還喜歡寫毛筆字 所以我要演出之前 就把他的心放在前面這樣 他一直定音我說 不管什麼位置 你都不能驕傲 我知道你很辛苦啦 小時候 要一直叫你學唱歌 然後你很羨慕其他同學 都可以去玩 但是他說這個是 我為了沒辦法 為了你的前途 所以他才會逼我這麼做 然後他會把 我看到這一句話 我就覺得 你怎麼打你自己的臉呢 他說我跟媽媽會把身體照顧好 爸爸發生事情 他說我在 好像沒有好好玩完整整 就是把一頓飯吃完 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也瘦了差不多3到4公斤吧 這也跟你睡得好 非常不好 晚上睡覺 就是每天都在哭 因為你想到你都哭 你都沒辦法 我媽媽真的太堅強了 我轉身的時候 我媽媽說 你哪裡哭 我怎麼哭一天 你還不睡 他說對啊 然後轉過去 他差不多5秒鐘 有時候我還蠻 蠻謝謝我媽媽這麼堅強的 不用讓我們家人都擔心他 最近媽媽媽以為要看 有啊 我媽媽就是那種極度堅強的人說 我還在講我 我不會擺是不去嗎 昨天其實很堅強的 這就是我爸爸想要看的 那你就 你唱 給他聽 做好 然後怕他半夜還罵我 因為我今天很不扯 你身上有點噁塵應該是他昨天造成的 他翻身事情的那幾天 我一直都每天都在祈禱 不管什麼 宗教 說去拜拜 或者是 任何的宗教我都去做了 那 當然希望說他有 奇蹟出現 每次去醫院看完一次醫生跟你講的狀況就是 都非常不是這麼樂觀 反而是從那個地方開始慢慢調適說 你要接受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你要一直綁著他 他真的 沒辦法 我相信他應該也可以很快樂的去 另外一個世界 然後 當天使 他真的 他真的 驚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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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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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